我们下面介绍的内容叫做举生成函数 大家还记得什么叫做举吗 举就是e的x的n次方对吧 如果说ex的n次方这个玩意儿它是存在的话 那么这个就叫做x的n接举 然后举英文叫做moment 所以举生成函数就是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简写就是mgf 那么举生成函数干嘛呢 顾名思义嘛 就是说是用这个函数我们可以比较容易的计算exn次方 然后那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我们会比较方便计算它的期望跟方差 因为期望的话就是ex嘛 然后既然它能够比较方便的计算ex方的话 那方差的话就是ex方减去这个期望的方对吧 好的那么这个东西是什么呢 我们来跟大家写一下 mxt等于e的etx这么一玩意儿 这个就是举生成函数 然后t是一个实数 也就是说我们先引入了一个变量叫做t 然后我们这举生成函数的时候 我们先引入这个变量t它的函数 然后具体的算法就是我们计算一下这个玩意儿 非常奇怪的一个玩意儿的期望 对吧 那么这个东西我们先来说一个它的性质 如果mxt小于无穷就说每次我们求期望的时候就涉及到说这个期望它是不是能够收敛这个问题 对吧 那假设说它今天能够收敛 然后s0小于t小于这个t0 就是说这个玩意儿有点类似我们在微积分里面所学过的什么东西呀 这个power series 密集数 对不对 密集数 就是密集数的话 就是我们简单给大家写一下anx的n次方 n从比方说从1到无穷 这是个密集数 那么这个密集数的话 很显然它有个所谓的收敛半径的 如果我们把x等于0往里带 这个东西显然是收敛的 对吧 但是如果说x绝对值比较大的话 这个玩意儿它可能就不收敛 那么在我们这里同样道理 即使它对于某些t收敛的话 也会有一个t的取值范围的问题 那假设说今天它对于t在s0到t0之间 在这个范围之内它是收敛的 是吧 然后 那么可以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 可以说明mxt它在s0到t0上面啊 就会无穷次可导 可以证明 我们就不不去详细说这个东西了 是吧 并且的导数是谁呢 就是跟我们的直觉相符合的 我们来想一想 它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子 d的n次方mxt比上dt的n次方 对于t求n接导 是吧 那简单来说 把这个玩意儿对于t求一次导的话呢 就相当于把x翻下来一次 求多少次导 就是把这个x翻下来多少次 所以具体来说 算出来它就应该是e xn次方 翻下来的n次 然后但是上面始终是不变的 对吧 然后就 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那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说如果说 在我们的s0到t0这个区间当中 加了一个值 叫做0的话 那就比较好 如果s0小于0 并且t0大于0 那这个时候是不是就意味着说我们t是可以取0的呢 也就是说是在t等于0的时候 我们的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也是收敛的 对吧 那么此时把t等于0往里带的话 大家看我们得到谁了呀 对了 那是不是就是e xn次方呢 那就比较简单 对吧 所以此时得出结论 就是叫做什么呢 e x的n次方就应该等于dn次方mx叫做t 然后比上d tn次方求n接导在谁的时候 在t等于0的时候 对吧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写成这样 mx求n接导 然后再零处 这意思 这个问题有两种研究方法 应该说第一种方法就是像我们这样的方法 直接往里带 对吧 直接求n接导往里带 但是有些情况下呢 如果我们能够直接把这个呃 这个形式 我们的moment moment generating function 它的形式比较好 我们直接可以把它写成一个极数的形式 怎么讲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e的tx 我们知道e的展开式 对吧 所以你要求e的这个展 呃 你要你要求它整体的期望 相当于是相当于是求那个展开式的期望 那我们把它写一下 第二种研究方式 就是说mxt 它等于eetx 是吧 然后e的tx的方 或许我们可以将其展开 叫做e e加上tx加上tx方比上2的阶层 一直往后加 对吧 这么一个玩意儿 或者说我们把它写成叫做 呃 这个e的e的展开式叫做 呃 n从零开始到无穷 呃 叫什么 n从零开始到无穷 tx的n次方比上n的阶层 对吧 可以把它写成这样 然后我们发现说这其中的t和n都是 呃 t和n 我看看啊 就是说这个期望 它其实是一个什么性质的东西呢 期望是一个线性性质的东西 对吧 期望是线性的 所以说先期望再求和和先求和再期望 理论上来说是一样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期望放到里面去 也就是说先求期望 然后再求和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写成叫做sigma n从零到无穷的 里面这个求和当中 我们可以提出来t的n次方比成n的阶层 然后再乘以一个e x的n次方 直接是这么一个玩意儿 当然前提条件是什么呀 前提条件就是说这整体这个玩意儿能收敛 对吧 如果说整体这玩意儿不能收敛的话 那你写成这样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所以我们想说明的就是 给大家举生乘函数 如果举生乘的函数的性质比较好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写成一个这样展开式的形式的话 这个东西作为一个对于t的函数 对吧 作为一个对于t的函数 它自然有一个自己的态乐展开 然后我们把这个态乐展开写出来 我们发现t的n次方的系数是谁 它的系数就是e xn次方比上n的阶层 所以我们把这句话写一下 m x t展开式 态乐展开是吧 展开式中t的n次方系数是谁呀 是我们的这个e xn次方比上n的阶层 为e xn次方比上n的阶层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我们直接给了大家m x t 或者说大家计算出来m x t之后 直接把它态乐展开式找出来了 然后我们找出来它tn次方前面的系数 然后再乘一个n的阶层 我们就能够得到n结局了 是吧 好的 那么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跟大家举一个例子 x x服从于binomial np 那是我们已经熟知的 这个二项分布的例子 对吧 那么p在k的时候 p在x等于k这个概率 它应该是谁呢 n里选k个p的k次方 e减p的n减k次方 对吧 大家应该还记得 然后那么这里呢 我们不直接强行去算 e x跟e x方 而是通过举升成函数 来算这样的方式 我们来看一看 m x t等于谁呀 m x t 根据我们上面写的叫做 e的t x 对吧 e的t x的期望 e的t x的期望 它等于谁呢 等于我们是不是要把 把所有的x的可能取值往里带 然后再乘以一个pi 然后再求个和呢 相当于是吧 就是说是总体来说 这玩意儿还可以看成是一个 虽然说t是新引入的一个参数 不过总体来说 可以看成是一个关于x的函数的期望 对吧 那就是正常来计算就行 sigma i从1到这个n 是吧 i从1到n一共就是这么n字嘛 i从1到n 然后里面是什么呢 我们e的t的x 这个取值是吧 比方说我们把它写成k好了 e的t的k 然后呢 去乘以此时 相当于是大x等于k这个概率 也就是说是这个概率 n里选k个 然后p的k字方1减p的n减k字方 这个是我们此时算出来的 矩生成函数 那么这个玩意儿划减一下 我们来看 sigma i从1到 不不好意思 是从1嘛 是从0开始 对吧 而且我们应该写成k k从0开始 k从0开始 到n的 然后这里面是什么呀 e的t的k字方 是吧 然后我们注意到说 这里还有一个p的k字方 所以我们不妨把它两个合并一下 就变成了e的t字方 乘以p一起的k字方 所以把它写成这样 e的t字方乘以p 然后一起的k字方 然后剩下的话 是这个组合数 n里选k个 然后还剩下的话 是1减p的n减k字方 对吧 1减p的n减k字方 所以这里我们发现 这东西我们再把它怎么样的来 这个把这求和画掉呢 就是说再把它用二项式定理画回去 对吧 也就是说二项式定理 我们知道a加b的n字方 应该等于 n里选k个 然后是a的k字方 b的n减k字方 是吧 这个东西的求和k从0 一直到n这么一个玩意儿 所以就是说 如果我们发现括号里面是n里选k个 什么的k字方 什么的n减k字方 是不是整体算出来就应该是什么加什么一起的n字方呢 这里是不是就是这个 n里选k个 这个的k字方 这个的n减k字方 所以大家说总体算出来这个玩意儿应该是谁呀 就是我们的这个加这个一起的n字方 对吧 所以是e的t字方p 然后加上1减p 这玩意儿一起的n字方 t等于0的时候收敛不收敛 t等于0的时候收敛 因为t等于0的时候 我们发现应该是相当于p加1减p 是e的n字方收敛 是吧 所以ok 那这东西就是满足我们的上面这个式子的 也就是说是我们可以对于它进行求导 然后来计算举 是吧 mx它求导得谁 dmxt t比上dt 也就是说是求一阶岛 求一阶岛 然后把0往里带 就应该得到什么呀 求几阶岛 把0往里带 就应该得到几阶举 那么求一阶岛 把0往里带 应该得到一阶举 得到期望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 在t等于0的时候 我们要计算这个 那么这玩意儿求导是谁呀 大家注意 别看花眼了 我们这里的变量是t 对吧 所以求完了之后 是不是应该是n乘以e的tp加上1减p 这个玩意儿的n减1字方 然后再乘一个内层求导 内层求导是谁呀 内层求导相当于是这个东西 再对于t求导 那算出来是不是就应该是它自己呢 p e t字方 这个玩意儿 对吧 所以是我们这个玩意儿 所以e x应该等于谁 e x就是把这个式子在t等于0往里带 我们就把它写成这样吧 先计算一些导是这个 是吧 所以e x就相当于我们把上面这个式当中t等于0往里带 所以得到的是t等于0这个没了 然后这个没了对吧 这个没了 所以算出来的话是n乘以p 是吧 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之前所得到结论是一样的呀 好的 然后那么再接下来的话是什么呀 求二节导 d方mxt比上dt方 对吧 那这里大家就要小心一下了 是这个玩意儿再继续求导 把它画的好一点 这个我东西的求导 大家不要看花眼啊 我们一起来算一算 n不用说可以留着 对吧 是个常数 然后主要说是后面这一串 所以后面这一串 我们首先是他求导乘他 然后再是他乘以他求导 所以他求导的话是 我们把这个n-1放下来 e的t字方p加上1减去p 变成了n-2字方了 然后要再乘一个内层求导 内层求导就是p乘以e的t字方 对吧 然后完了吗 没完 还要再乘一个他不变 对吧 就相当于是p方e的2t方这样 然后呢 加上他不变乘以他求导 所以就是再加上一个e的t字方 加上1减去p的n-1字方 再乘一个他求导 他求导是谁 他求导是p 然后再是e的t字方 自己不变 p乘以e的t字方 就这个 是吧 所以整体这样算出来应该就没问题了 然后这个东西得什么呀 我们来看 n乘以n减 算我们就不直接算了 我们直接把0往里带 e的x字方等于谁 e的x字方的话 我们发现e的零字方没了 对吧 这个没了 然后同样还是这个加p减p没了 e的t字方没了 我是不是少写了一个p 这里加p减p没了 是吧 e的t字方没了 然后这个也没了 所以最终算出来的话是 n乘以一个n减1 乘以什么呀 乘以p方 然后再加上一个 后面这是p 所以算出来的话 等于n乘以n减1的p方 再加上一个np 这么一个玩意儿 是吧 等于n方p方 减去np方 加上np 希望我计算没错 如果错了的话 大家也明白这个意思 是吧 好的 然后我们最终要算的是什么呀 要算的是sigma方 sigma方x等于ex方 减去期望方 等于n方p方减去np方 加上np减去np的平方 是吧 所以是n方p方 好像没算错 这东西等于是np乘以1减p 或者写成npq 是吧 咱也就是说是